吴磊和周玉彤主演了一部姐弟恋爱情剧《爱情而已》最近完美受关 豆瓣得了8.3分 表现非常出色 几天前当下网友看到吴磊上半身裸露的场景时 发现他的左肋骨上有明显的疤痕 他怀疑是胎记或拍摄时留下的疤痕 这引起了粉丝的热烈讨论 《爱情而已》8日迎来大结局 吴磊近日也开始直播透露 突然得知大结局有点难过 自己拍了七八个月的戏 只播了十几天就播完了 真的有点舍不得 在剧中吴磊不仅变成了一只霸气的小弟弟 还疯狂的和周玉彤挑亲 吻戏和床戏都是一样不少 其中一段吴磊直接抱着周玉彤坐在舞台上 疯狂的吻他 允熙的呼吸声充满了快乐和紧张 让观众脸红心跳 被网友封两人为姐弟恋天花板 吴磊和周玉彤拍完亲战戏后 会立即变回可爱的弟弟模式来保护姐姐 对比超全粉 此外吴磊还接受了专业的羽毛球和网球训练 并特别练习了更强壮的身材 他的演技也是肉眼可见的进步 他的经验受到了高度赞扬 然而几天前 当一些网友看到吴磊展示六块伏肌时 发现他左肋骨上有疤痕 他被怀疑是胎记或拍摄受伤留下的疤痕 然后一些粉丝回答说 伤口是吴磊2015年气胸发作手术留下的疤痕 当时他正在录制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 唱歌时被嘲笑为阴痴 但事实上他中途感到不舒服 但他只是告诉主持人何炯 他不舒服 想一瓶水 直到录制完节目 他才被送往医院进行手术 2018年 由于拍摄环境差 高强度拍摄是他的气胸复发两次 高稿前一个多月 他再次接受了手术治疗 幸运的是 他没有耽误高考 最终被中国北京电影学院录取 此外 吴磊过去在拍摄过程中经常受伤 因为他在拍摄过程中没有感到疼痛 也没有缝针 导致伤口增生 到目前为止 伤疤还没有完全恢复 留在了左肩 吴磊也乐观地称之为勋章 那一次拍摄时左手被烫伤 裹上纱布继续拍摄 吴磊不为人知的故事被挖出后 网友们心疼的留言 真的太惊艳了 相比吴磊 女主周玉彤也很惊艳 演技也被全网夸赞 我在他乡挺好的中 面对闺蜜的离世 痛是刺激且绵长的 他所扮演的乔西辰 再看到遗体的第一眼 就颓得站不起来 目冷冷地参加完葬礼 下班之后买了八百多块钱的酒 疯闹着哭泣 言语在结巴 内心在撕裂 哭腔里透出的绝望 眼眶红润 靠一场哭戏 就成功让人记住他的实力 没有古言句 精致的装造 续着过下巴短发的周玉彤 好似更能拿出纯粹的演技 在新剧《爱情21》里 低龄上岗 28岁 演32岁梁永安 这次周玉彤再次奉神 乔西辰与梁永安 虽军事职场能人 在工作上安排得当 但前者是从千万万 持习生中 一点点打拼上来的 买八百块钱的酒 对于他来讲都是奢侈的 能左右自己的心情 却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事业 而后者海归学霸 毕业即进入大公司做特助 同时之间 人均喊一声姐 税后工资是能让别人 都满意的程度 上了年纪的女人 明显性格就要扯闻多了 在日常工作中 因为姿势问题 而被乳羞为干的小子偷看 被好心人当场指出来后 他作为受害者的一方 没有觉得羞愧而逃走 也没有被伤害到 而产生大喊大叫的反应 而是单独把那小子 拉到一个小空间里 以和作坊的身份 严肃着神情 跟他谈商业上的态度 为难别人 就是为难自己 当上次的电话响起 那嫌弃的小表情 是正经打过人为错了 虽然无奈 但接完电话就赶过去化妆 神采奕奕出现在酒吧的 一系列操作 也是十分现实了 值得一提的是 前段时间 周一同受邀参加毛雪翁 提到理想心 不会演像吴磊那样 热情阳光的男生 对自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合作相处下来 他觉得吴磊非常努力上进 虽是弟弟却很成熟 经常给他暖心的鼓励 便是自己是躺在山下 看风景的那种人 觉得何必要爬那座山 人生有无数座高山 我饭完了这座 还有那座 好嘞 待在底下挺好的 周一同说 吴磊就给了他不一样的启发 吴磊就是努力一下又何妨 稍微用力一点生活又何妨的人 有时候他会质疑自己演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垃圾 他就会鼓励我 说我特别好 而且说得很具体 不是在敷衍 周一同透露吴磊也很单纯 有次好心送他酒 他说他不喝 我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 我有一个好东西 会不舍得用 除非有两个 等到我有下一瓶 很好的酒的时候 才会喝上一瓶 不然我会没有安全感 其实这段话 是他临时瞎编的 败到他自己都信了 结果爱情而已 杀千的时候 吴磊又送了周一同一瓶 更好的酒 还说 你现在总可以去尝一尝 上一瓶的酒了吧 吴磊送礼的这番直白心思 让周一同一口气 获得了两瓶高档的酒 不禁笑称 弟弟还是弟弟 容易被拿捏看透 好比在爱情而已中 两人在酒后发生关系后 吴磊被周一同问 是不是第一次 脸红害羞回说 我觉得我学习能力还挺强的 被姐姐识破的模样 好萌 好可爱 两人最后 也终于修成正果 而且 梁宇安为了让宋三川 得到更优质的资源 把他送去国外留学 虽然那里 与国内有七个小时的视察 但在那 宋三川 能去最好的俱乐部 能有最好的教练 还能有最好的资源 最终 宋三川去了 但在这段 长达两年的异地恋中 两个人的感情 并没有变得平淡 反而因为距离 而变得更加紧密 因为他们会分享 彼此的生活 甚至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 不仅能让对方 清楚地了解 彼此在做什么 也能让两个人的内心 更加贴合 最终 宋三川 学成归来 与梁宇安 走到了一起 而且他们还结婚了 关键是 二人婚后 生活真的好天 尤其是宋三川 给梁宇安剪头发的时候 明明宋三川 技术不行 却把梁宇安 忽悠得找不找呗 看这段互动的时候 真的让人笑不活了 虽然宋三川和梁宇安 很幸福 但在剧中 没有看到他们 二人的婚礼现场 确实是一大遗憾 当然 爱情而已中 除了吴磊 周宇童这对CP 蒋娇娇和梁桃 也同样圆满 剧中 蒋娇娇和梁桃 这两个人 不管是在生活中 事业上 还是爱情里 都有很明显的成长 蒋娇娇 刚开始是一来伸手 反来张口的富二代 她不懂人间疾苦 只会纵情享乐 可最终 蒋娇娇成为了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凭借自己的实力 摘掉了太子爷的头衔 也凭借自己的能力 赚钱养家 而梁桃 是梁宇安 同父异母的妹妹 刚开始的她 有点任性 还有点虚荣 甚至有点不靠谱 但她的心理 还是向着梁宇安的 尤其是公司财务 为难梁宇安的时候 梁桃会为梁宇安报仇 而且梁桃 在俱乐部工作的时候 她是干活 态度认真 成为了梁宇安的 得力助手 甚至梁桃还凭借 自己的能力 获得了蒋娇娇父母的认可 最终梁桃与蒋娇娇结婚 虽然二人的婚礼很简单 但对他们而言 却有着独特的意义 更值得开心的是 梁桃还怀了小宝宝 蒋娇娇要当爸爸了 可谓是幸福的三口之家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结局 满意吗